先從那個由左至右 先代號檔 那代號檔部分的話 也許我們先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縣市代號 對照到縣市名稱 那這個範圍我先選起來 也許這個名稱叫縣市 反正這個名稱 我們叫縣市 把這邊範圍 記得喔 好像我發現同學都習慣把那個 第一列也選進去啦 不過我是建議第一列不要選 為什麼因為第一列不是你要查 查表裡面 第一列是藍位名稱 那個跟 你要查的東西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有的同學是把它選進去啦 但是好像也不會出錯啦 因為只是說多一些東西而已 但是我覺得 至少做事情就是 精確 比較不會出現一些衍生性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當然以後 藍位名稱剛好是你要查詢剛好接近的東西 那不是很容易就出錯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定義名稱的時候請你不要選到第一列 選A2 到B10 這個叫縣市 所以把它輸入上去Enter一下 然後這個叫部門好了 也許我們這個部分 這個叫部門 所以先把這個名稱先給建立起來 然後選起來之後 貼上按Enter 然後這個叫分類好了 分類 那順便講一下 這個部分的名稱管理員就會建三個 分別是縣市這個 就是底下這個範圍 部門就是 這個範圍 然後 分類 那順便提一下 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如果將來呢 比如說我的什麼呢 我的部門名稱 或者我的分類名稱 或者其他 我這個資料 會增加 或者減少 那如果資料增加或減少怎麼辦 那你當然可以在這邊改 不過如果說你懶得改的話 有沒有 很好的方法 其實教各位一些訣竅 就是你 未來如果讓什麼 部門名稱 可能會增加或減少的話 那其實有個方法 拉多一點就好了 預留嘛對不對 那會不會有影響 不會有影響啊 沒有資料他就跳過了 不會比對出來 OK 這也是一招喔 所以有的時候當然 這個部分你可以多一些些 那但是 至於多多少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甚至還有人是怎麼樣 乾脆直接把這個兩欄 一起選進去 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的 OK 只是說這個要怎麼做啦 每個人的用途 用法不太一樣 但是我教各位是比較精確的是 一定要選那個範圍 但如果說你怕會有錯兩欄的話 那不然你就選下面 然後頂多是說什麼 多一點點 預留個空間 因為部門不可能增加太多啦 頂多增加個幾個就已經了不起了 所以你預留一點點打個勾 那這樣子是不會影響將來 查詢的結果 OK 但是 卻給你 將來在那個緩衝 就是增加一些資料 有一個 空間 可以再 再預留 你就不用 因為這樣的關係 常常在這邊改資料 好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切到 員工 那查什麼 查這個 多一個 把它delete OK 部門名稱怎麼查 這邊有個部門代號 所以一樣 我們切到這邊 部門代號 根據部門代號查出那個 部門的 瑞函數 根據什麼呢 部門代號 查出 部門名稱 F3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按一個F3之後的話 那就會跳出那個部門 先把它取消一下 剛剛那個分類 跑到那邊去了 OK 再來的話切過來 這邊 環境有點怪怪的 插入那個 Viro函數 然後一樣我們是去查 部門代號 那去哪邊查 F3 這邊去部門裡面幫我查 那查第幾欄呢 第2欄 OK 1 2 沒錯OK 然後一樣是完全比對 完全一樣 OK 0 所以這樣照樣順序按確定 那把那個部門名稱查出來 下面就OK 全部都查完了 那再來的話客戶 客戶部分的話就限式 根據限式代號 所以其實跟剛剛一樣 插入函數 Viro函數 查什麼呢 查代號 去哪邊查呢 有好像F3看一下有沒有限式 有限式 那查一定是查 第2欄 第2欄 所以第2欄 OK 比對方式一定要是完全一樣 OK 輸入0 確定 上下填滿 這樣OK 我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錯誤的資料 有錯誤資料再修改 那分類名稱的話 根據分類的 編號 所以 其實 剛好就前3欄 所以 Viro函數 這個 去哪邊查呢 F3 那分類裡面查 分類裡面查第幾欄呢 第2欄 OK 所以 1 2 OK 然後呢 比對方式輸入0 下下填滿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 銷售 銷貨的那個 銷售的單頭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客戶名稱 這邊可能 有客戴號 那問題來了 客戶 客戶有客戶表嗎 所以 客戶表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客戶表 那裡面有所謂的 客戶的代號 那讓他可以查到客戶名稱 所以我必須要 建一個什麼 客戶表給他 那裡面還需要查什麼 查客戶的 員工部門 所以其實我乾脆 就是整個 這個整個好了 客戶本身整個 所以我游標 放在 我先把客戶兩個字 複製一下 取消一下 然後游標放在 A2 整個表全部建好了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游標先放A2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樣整個選舉之後呢 把這個範圍呢 叫做客戶表 因為他可能範圍比較多 我叫客戶表 OK 客戶表 這樣的話 再來就是 還有什麼呢 客戶 客戶名稱 所以查的函數 然後一樣 V的函數 那我們就是 客戶代號 去哪邊查呢 F3 有沒有客戶表 有 OK 然後客戶表的第幾 他查什麼 客戶名稱嗎 所以再來的話呢 就是 1 一定查第1 第1欄 第2欄把第2欄的資料幫我帶過來 輸入2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0 完全比對 0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縣市名稱 縣市名稱 縣市名稱去哪邊查呢 看一下 縣市名稱 剛好 客戶裡面有縣市名稱 所以我們可以從那個縣市的代號 去查到縣市的名稱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他的欄數是 一定查這一欄 帶回來不是第2欄喔 所以將來那個第3個問題 不要輸入2 應該輸入多少呢 12345 輸入5喔 所以 聰明的辦法 直接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過去 把2改成5不就好了 這樣是比較快的 那你重做一遍也是不反對啦 不過像我的習慣是 一定要追求 最快的動作 所以 Ctrl C 取消一下 Ctrl C之後呢 取消之後再貼到這邊 把這個客戶 數表後面的這個數字5 2改成5就可以了 改的話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 這個如果一個動作做錯啦 這可能就會又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 主要是 你的細心程度 還有慢 沒關係啦 因為 我們做熟的話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但是怕就是你可能做不熟 只要一個細節做錯了 它有點像連鎖的反應 那就會 出其他 打勾一下就OK了 打勾 向下填滿 那再來就員工姓名 員工姓名其實可以從員工 代號裡面查 員工看一下 員工 好像剛剛沒有建員工的這個表 所以一樣 請各位再把員工表建一下 員工表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是 縣市代號 部門代號 是不是我這邊 錯了 這是不是員工啊 剛剛是 怎麼會變縣市 是把游標先放在那個A2 然後Ctrl-Shift向右向下 把這個鍵一下 員工表 這邊的話 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一樣移到那個名稱方塊裡面 建一個名稱表 Enter 這樣的話 那我們一樣是查 員工 在這邊的話就是 在 插入那個 微軟數 查什麼呢 查員工代號 去哪邊查呢 F3 去員工表裡面查 那查回來的是員工姓名 所以在第幾欄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有個方法 我是先點第3個問題 再點回第2個問題 他會幫你切過來 切過來的時候你可以看 第1 第2 所以你輸入2就可以了 也是一招 就是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切 然後呢 比對方式輸入0 按確定 名字有沒有找到 找到了 下下填滿 好 再來的話呢 部門名稱 員工姓名 看一下客戶裡面有沒有員工姓名 沒有 所以一定要是從那個 OK 那部門名稱的話可以針對什麼 部門名稱 客戶表 客戶表 沒有 員工有沒有 有 OK 所以其實可以從一樣 員工編號 查到 第5欄 所以感覺好像跟剛剛那個蠻像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 Ctrl C 複製這個 這個公式說記得按取消喔 如果沒有取消的話 他會 你在點別的地方他會變成把 那個位置加進來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先取消 複製完取消 然後再移到這邊 再點上面一下喔 可能 就是這個動作 貼上 然後把它改成3 改成5 應該是第5欄 打個勾 OK 我習慣輸入就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就OK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 在 銷貨單頭部分 就OK了 最後的話呢 就是 資料阻擋 OK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做完後面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 算 找到什麼呢 商品的名稱 根據什麼可以找得到呢 這一題 這個地方可能會比較有問題 就是 看一下那個銷貨單 單號這裡面有沒有 就是前面這個 他有沒有名稱 沒有 所以你可能要透過哪一個 產品的代號 那代號部分的話 產品代號是哪一個呢 其實你可以找 他的 這個 我們主要是要把那個 那個產品部分把它帶過來 所以這個我記得 這邊應該是這個 在商品裡面 但是問題來了 商品裡面有個 產品代號 跟主檔裡面要找的什麼 這個 這個產品代號 好像 不完全一樣 所以這一個地方特別注意 這個也是一個陷阱 就是說 前面一直講過嘛 他 我們V2函數第四個問題裡面 第四個我們都填0嘛 可是這個地方是要找 編號是接近的 我們不是找完全一樣 因為有的時候你可能 那個資料裡面有部分是相似的 你要幫我找相似的就好了 所以這一題的話 商品名稱的部分 第一步 一樣要先把那個商品 我們一樣建一個商品表 所以一樣把這個商品表先建一下 然後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然後把這個改成叫商品表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根據 他的什麼呢 這個 代號 這個代號幫我把名稱查回來 所以代號部分那只會接近的 像MB嘛 他這個就是顯示卡的話是S開頭 那B的話是匯流牌 OK 所以呢我們就是利用那個 這個商品 代號 他也是MB開頭 S開頭就顯示卡 也就是說他有一個 開頭相似的地方 去幫我找 後面相 就是後面如果不一樣沒有關係 前面一樣就可以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這個 查入函數 一樣用V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 查那個代號 去哪邊查呢 F3 去商品 表裡面查 那回來要抓第幾欄呢 你如果不知道一樣 先點第3個問題 再點回第2個問題 他會切過來 你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第1個是代號 所以查一定查代號 然後把第2欄 所以把第2欄 帶回來 那記得這個地方最大的 陷阱就是 如果你輸入0的話 你按確定 他一定會 NA 找不到 後面一樣全部找不到 所以這一題 請各位記得改 最後一個 找接近的就好了 E就好了 OK 所以呢如果以後啦 你那個 可能大部分 他的開頭都是MB開頭 或者是顯示卡都S開頭 或者是說他的那個匯流牌都B開頭的話 那你就是用什麼 找接近的方式 所以你就輸入1 打個勾 他就會找到了 OK所以這一題可能比較會有問題在這裡 向下填滿 那其他的話後面 還有這些藍位 這麼多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題 又比前面更複雜 那右是跨不同的工作表 那前一題還好是說我們都在同工作表 所以向右 向下 一氣呵成 但這個就沒辦法 那後面還有1到N藍 請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如果這個可以過的話 後面幾個應該就可以過了 那麽 那麽 我又被說 我